很顯然的議題 在8點50以前來不及聽完大家的報告 但是今天整個記者會是為了 現在大家在做新聞產出的做準備 OK 所以說我再謝謝一下 那個 我們 我是6號處理 5號是 5號 那個名字 啟稀 啟稀大哥 大家認一下5號啟稀大哥 他跟我一組 然後他剛好是 喜歡為電影的編導 他自己有看為電影 所以說各展所長 我愛講話 他愛錄影就讓他錄OK 那我 我剛去上面 這個怎麼可以 所以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 好 那這個不把線對焦 等一下我看看 但是 後頭 是因為剛好 這個學後頭 對 對 哭下來 是喔 有些時候我會發現 像我們就是 因為我有過敏體質 所以說我一緊張就開始 開始那個 對 然後回去一看 每次把我寫錄影的時候 我會知道還有段風可以剪掉 對 大家同時 聽說讀寫這四個部分 同時去做練習 然後呢 有些時候呢 自己就假假 一路前架起來 然後路路看 你會發覺 也就是有一些缺點 慢慢去改正 OK 好 那 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們依廷照 那個 那個小米老師是交代 要在那個8.50 帶他離開 那這個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考驗 就是要帶他到捷運站 還好我可以牽著他走 那本來 我帶他 沒有他8.50 你要繼續留下來 因為彭老師會留大家到9.30 沒關係啊 你可以留下來 我會回來收我的 聰明可以來錄影嗎 對啊 你錄啊 我送他 沒關係 一婷 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到9點 爸爸 我會想聽一看 真的嗎 一婷你OK嗎 我OK啊 那小美 是啊 那小美女子 為什麼會擔心 說8.50 家裡看 看完回家跟好小孩 一般有的行為 是不是 我兒子是不是11年前到家就好了 對不對 OK 只要一半小時 可以喔 一婷可以 OK 給一婷牽下來手 讓大家多體貼 OK 來 先給一婷鼓勵一下 大家鼓勵一下 OK 好 然後呢 我有講我是愛講話的 那不好意思喔 大家看我的稿 根本都是虎字天書 那為了要那個進度喔 那 爸 你們兩個一組的話 一個人講就好了 不要每個都寫啊 OK 我在講喔 交個回去 你清菜蝦 你如果要一塊塊 兩塊塊都交也沒關係啦 OK 來 再講一個時間的觀念喔 剛剛分派的工作 事實上新聞工作 會是一個聽過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我現在剛開始是記者主持人嘛 那現在我有點像總編集 總編集當我分派了 聽說讀寫 不過我們今天做一個專題 就是以議題為專題 他可能是一個人工專訪 或者是他生長的部分 在學校的部分 受教育公平的對待是一個 那就是有幾個 很多的議題 我們是可以去切的 那所以說剛剛分配下來的話 就是說今天要教授的功課 是以小組為中心 所以兩個討論只要其中一個先完成 今天沒有要下課前 大概通通完成兩百字 所以兩位只要一位完成 那像比如說我跟啟心大哥的合作方式 啟心大哥他很喜歡露營 所以我就把相機交給他 謝謝他又要我講一次話的機會 那兩位呢就是其中一個 那你要練習兩個的溝通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出去是聽過課 所以說我剛剛有講 聽說讀寫要錄影的 像茂奇寶寶剛剛也可以錄影 然後你也可以錄音 對一庭也可以錄音 我等一下他也可以發表 然後呢寫只是其中的一個 寫只是其中的一個 好 OK 這樣要了解了嗎 所以說我們等一下只要五組 五組兩百次應該三個小 三到五分鐘之內一定可以吧 好 兩百個字 如果多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在五分鐘之內講話就可以 好 然後呢 兩百個字裡面包含 最前面是三十到五十字的島邊 然後再往前請你為你的文章下一個標題 好 哪個標題是讓人家可以吸引的 好 好 那我們那個不好意思喔 因為 欸 有誰現在可以完成了 可以第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新聞喔 就是為什麼要搶快 搶快的話是 只要前面講完之後 後面馬上就要改搞 好不好 這樣夠猛吧 所以有沒有人要先上來 先發表 沒有 看起來都沒有達成威脅利誘的 OK 好 那我先開始喔 其實大家要不要怕 就是看筆臉以後的 你看這一張是我的稿 根本就是 相信我剛後來講的話之後 我完全忘記剛寫什麼東西 但是我下了一個很好的標 好 有些時候 你可以從內文推推到標題 有這個標題往下寫 OK 好 那就我們 那個 如果大家不反對 我們5號6號 由6號數0千 來發表 可以嗎 謝謝 好 我不怕做不好 我只怕沒有機會 什麼是公平 是立足點的公平 還是同樣競爭的機會 當大 大產系二年級 要一停 從起立學校 畢業之後 畢心要走新聞的路 兩年 大學的生涯 對他來說 卻是跌跌撞撞 原來 伸手歡迎他的系主任 最後是 推他出校門的 推他出系門的推手 轉換跑道到 GoGo行政系 這位天使 是否能夠一樣堅持他 新聞的路呢 如果 畢婷 這位天使 是在國家 你會怎麼對待他呢 明眼人的你 請你閉上你的眼睛 感受一下這個黑暗 你願意 畢婷在黑暗中嗎 我們希望 幫畢婷 號召守護天使 讓畢婷親吻這條路 走得平坦順順 也給畢婷獻光臨 好 謝謝 你都站好 我不會叫我講什麼 對我那位請 好 好 下一組 就這樣就可以了 有200次吧 老師有200次 超過 超過喔 沒有 我沒有導演 有啦 那個什麼是公平 好 下一組 來 要搶喔 搶過的不能 後面不能再來 來 等一下 那個先報號碼 好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 我是三號禮貌門 我的標題是 盲顏女孩的新聞貌 今年即將滿20歲的廖依迪 大一時就讀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 是台灣首位大傳系的全盲生 但卻也因為如此 在念完大二時被破傳系 然後環抱著熱情與夢想的她 卻會因此放棄 未來仍希望有機會從事新聞工作 凡事彰化的廖依迪 在自然環境中成長的她 個性活潑開朗 因為喜歡廣播 高中時便努力準備 並克服各種困難 不愈隱藏考上大傳系 這兩年間她也努力念出好成績 但卻仁肖戲主任已無法製作影片為由被迫轉至公行戲 令人感動的是 廖依迪並未因此灰心喪志 她認為每個人都會遇到挫折 只是她所遇到的問題不容易在短時間內解決 而且因為自己是第一個大傳系的全盲生 更應該堅持下去 後面的全盲生才有機會學習大傳 她不怕挫折 努力不懈的精神相當令人感動 希望大學教育制度可以更有談戟 讓身心障礙生也更多實現夢想的機會 謝謝 好 下一組 那個盲眼女孩的新聞夢 大家也可以挑戰就是幫她下一個更好的雕 那剛剛我最感動的一個就是說 那個伊婷她不只是為自己 她要問全盲生在大盤裡面開出一盤路 對 那個也是一個 那可是可能可以再生事一下 洪老師 利歐羅康美 下一組 下一組 全益婷現在有概念 請問就是你要給我 我整碟都給你啊 對 至少也可以十張啊 沒有人家這麼多 你現在就可以先發啦 沒有沒有 等一下再一起發這裡 那個通通送禮 對 我是喜歡發卡片 因為我也還寫一點點 好 有沒有差一組 這樣等於聖兩組而已嘛 那彭老師你也要到 你看很不容易可以欺負到我了 聖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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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組喔 我就算數不好啊 可是有一個跑掉啦 沒關係啊 一個一組 我試試看我們 那那個啟琴大哥就會到 一百次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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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沒有一個標準 OK啦 拍拍手 有標準就可以了 對 是 幾號 幾號 然後因為你就是 另外趴著跑掉那個對不對 沒有 就是跑掉是跟我一起 不是 不是 8號 我是7號李玉鑫 我是跟8號記者做搭訪 今天採訪我下的標題是 小眾事上升的大眾傳過夢 那是我們看那些老片 身心障礙人士在社會上常被歸類為小眾族群 他們的需求與發展往往不受到任何重視 甚至也冷藏資源 或者遭受到排擠 然而即將身上奔家用大學三年級的學生賴玉鑫 儘管由於早產事往蘑菇裡 而全盲卻努力突破外在條件的限制 而成為台灣第一位就讀大眾傳播系的全盲事上升 玉鑫雖然看不見 但她對聲音的感受力很敏銳 有極佳的音感 在高中住宿時 因為夜晚睡不著聆聽網播節目 這些網播節目大大拓展了她的想像世界 也讓她對網播產生極大的興趣 積極爭取就讀淡江大傳戲 如願成為大眾傳播系的新鮮人之後 卻由於視覺方面能力的缺乏而飽受挫折 戲上的師生不僅沒有寫出 逸廷克服修課方面的困難 反而設定了種種條件 使她不得不在二年級的時候轉戲 但是逸廷不因此而受挫 她明亮的聲音其實展現了她開朗的人生觀 她最有興趣的是對人的關懷 如果假設有一天她可以成為一個 就真的廣播員的話 她最想做的題材是有關人的故事 她想把世界上做溫暖的事情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能感受得到照亮這個世界的光明 她雖然身為一個在社會上小眾的身心障礙人士 但是她卻有向大眾傳播愛與亡民的心願和能力 那在祝福議題的同時 我們也更應該思考 我們一個多元而健全的社會 是不是應該更 對於身心障礙人士更加的包容 提供更多的協助 事實上也會為我們帶來更健康的發展 謝謝 這根本就是主播嘛 OK 所以我們已經報完三組之後 後面第四、第五組 麻煩你上台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是記者會後的新聞報導了 上台就是蒙古記者報道 他就是當作理事主播了 OK 然後所以現在是患 第四組 阿俄 阿俄 五十之類的 剛剛洪老師都講話 你看他都在講 標題就好了 對 異婷 等一下要不要準備一下 你自己也準備兩百字 他每天如果有關自己的寫 沒有東西 阿現在要寫才可以 就是寫 就是寫 然後寫 然後在 我看他叫做一個寫字 然後再 OKOK 那異婷 等一下你為自己下一個標題就好 好 你的故事 你會想要用什麼樣的標題 好 不勉強不講也沒關係 所以我們的進度其實是蠻快的 現在報時8點56分 那剛剛為什麼時間要掐很緊 你看那個小兵老師給大家的rong down 三分鐘五分鐘為什麼要記獎 因為記者會後出來要發表新聞的時候 是大家都要搶發表時間 那現在不像以前的營業媒體 那我還有一個印刷的時間 網路媒體 尤其是現在那個37證的進步 在進展會上的同時 人家就已經開始發布了 那越早發布的 那一個他可以得到越多的新聞性 老師沒有要先comment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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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邊再插握一下 因為剛好我說我是大一跟大二的媽媽 大一大大團系 不要以為大一大 但他現在在那個私立學校是頂尖的 你還要看他的科系 剛剛議題也有介紹了大船 那尤其是他是有失障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部分又受到更多的限制 那剛剛裡面那個新聞稿裡面 跟大家介紹一家的繁星計畫 繁星計畫呢 是議題在他高中的成績是全校 應該是10%還是20%以上 他才可以去申請繁星 那申請繁星的人呢 他根本就不用去考試 不用去考學測 對不對 要考啊 繁星要考嗎 其實繁星 繁星就是 學測達到那個學校設定的最明標準之後 大學高中 上去繁星不是不用考嗎 要直接考 學校 其實假設在這樣的大船系 他的英文好像是設軍標吧 然後他的 反星耶 國文跟對 他的國文跟社會好像是設定標 假設是這樣子 那他的繁星可能就英文 他可能是設定標 然後國文跟社會可能就設軍標 就是你打到那個最低限之後 你用你學校的成績去跟其他學校的成績比 所以你高中成績是在全校的TOP多少 10% 我班上只有9個人 我是第一名這樣 所以 反正計畫就是這樣 應該說對特殊學校的學生非常有利的 因為他不會看到你班上只有9個人 他只看到你是班上的第一名 所以這反正計畫可以讓 他的目的其實就是讓天上或是特殊學校 或是實際的西路士族群的學生可以去到各種的學校 就是你只要打到那個學校的基本台 你就可以用你的在校成績去跟別人比這樣 對 所以那個 我們計畫的是 我反正計畫的時候上的是實際的設計 因為我學測考不好 然後 就是你學測還是要打到一個最低的限 所以你學測怎麼考 就是 用點字嗎 嗯 對 就是用那個點字卷 然後用點字集去做答 對 點字 你回答的時候用點字集答 嗯 對 那其實你可以選平字集電腦 點字 然後甚至你要點字版 或是甚至什麼你要錄音做答 都可以去申請 然後就是你只要通過他的評估 你就可以用可能要資訊考試這樣 所以考試之前他還會給你一個評估 嗯 對 考試之前會有評估 就是你的申請還不一定會合准 例如說 有人他申請 他要真人念 你用給他評估 他不要用平字卷 那就看看他的那個 身上的程度夠不夠重 夠重他可能就會合准 可是可能 像我一般總是這樣去申請 他可能就會過這樣 那如果過 就是會流到這句好事 對 然後繁星數 我這一年開始 特殊學校才可以參加的 在我之前的同學 特殊學校不可以參加 關心計畫 因為特殊學校的人太少 很容易要第一名 就九個人他第一比三十人他第一 他第一有一個多 一個多 對 所以你那一屆高三 只有你們班九個人 嗯 對 所以才說繁星計畫 對特殊學校的學生 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只要學生考到他的最低標 就可能可以上那個學校 就不一定要上身上考 因為身上考是 每個系他都可以決定他開不開圈 然後可以決定他開給哪一個帳點 他唯一不能決定的只是開給什麼程度的人 然後他不能 只要那個同學考成他就不能拒絕 跟學生人來 然後 所以很多系他在身上考上是沒有開缺的 所以一題我其實也很好奇喔 就是說 你那個 嗯 等一下 你怎麼回學校 嗯 啊 就 平常你自己會 自己這樣子可以獨立的出來嗎 可以啊 可以 我之前高中的時候比較廣房一點 我會跑去新竹市立晚餐 然後再回來 然後 欸 跑去板橋吃 那個 板橋不是有一間很有名的關東煮嗎 就是那個 不是有一間叫做板橋壽司嗎 我都記得他在哪一站喔 他那個關東煮不是超好吃的嗎 我高中有去過 我沒有聽過那個板橋壽司 對 然後他那個 他那個關東煮很貴有沒有 隨便加幾個就三四百塊有沒有記得 然後 嗯 那時候 欸我也自己跑去做渡輪啊 然後還差點掉下去 然後 欸 反正我去過很多地方 我自己去坐貓公爛車 其實就很簡單 其實 我們國家的那個 大東煮路工具的那個引導服務是做得不錯的 欸 台鐵有引導 高鐵有引導 捷運有引導 你唯一 你唯一要走的只是出了那些站之後的路而已 那請問你說的引導是 引導就是你去詢問處跟他講 我看不知道我需要人家 就是我需要人家帶 然後就有人跑出來 你要去哪 你要搭火車是好 帶你去搭火車 然後他把你丟上車 然後下車的 假設我要帶手下車 帶你就會再跑過來一個人 把你拎到監獄站門口 然後在這一段路他絕對不可以讓你出事 啊 除了站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在這個站裡面 你的行動他都會帶你這樣 就是把你丟上車 然後到站之後 在那一個人把你領下車這樣 他就是負責從你走進那個站 一直到上 一直到走出那個站 中間的路程這樣 公車呢 公車那個人啊 不然就跑出公車門口 這是不是好安心 只有良心好一點 司機就會回答你的人 然後不然你就 就把手上舉起來啊 手上舉起來不要跑 然後跑過去追 我追過車啊 然後也有那個司機很壞 就是你們就開到你面前了 然後我前面有三個人在打車 然後等我要走 我快走到他們地口了 他們都會起來跑掉 然後對 也有很好的司機衝過來 帶我上車的 他走下公司還帶我上車 也有這種很好的 他從他出路路人 你覺得疫情真的好勇敢嗎 沒有啊 如果我都不敢明眼 你不敢 請問這個車有要看誰嗎 所以我是真的做得到的 他都覺得 我真的沒有不了解 所有上車的東西都會 對我來說是很基本的事情 真的 所以他同樣也享受 19歲少女的青春 很簡單 我們只是有些東西看不到 可是其實他都跟妳一樣 就是我們只是希望被平等化 就是我們不想被特殊化 那怡婷妳走在路上 會不會希望有人主動過來想要幫妳 其實不會耶 妳不幫我就代表我不需要被幫啊 就代表我跟你一樣 那是很開心的爽一件事 就像路人 就像有時候我在當公眾 會有這種說 年輕人怎麼坐著 然後你站起來 手這樣打開就很爽 你看我看起來跟一般人一樣 還有一種讓位 多好 然後我也遇過很可愛的路人 就是我撞到他 然後他就是冒了三字星以後 很美喔 然後他就變很開心 叫說 看我囉 你看看我囉 然後殘兆首次的妳家 就很爽啊 就是妳跟一般人一樣 我們其實很多製造師都很希望 被覺得是跟妳一樣的人 對啊 妳跟一婷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妳可以不回答 妳在大學有交到好朋友嗎 好朋友 對 有啊 只是不讀 因為我跟他們的話題不一樣 我對衣服沒興趣 我也不喜歡看電影 然後我也不哈密機 然後什麼鞋子啊 流行那些我就沒興趣 然後可是這是 現在年輕人最好奇的事情 最 應該是現在年輕人最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我剛好都沒興趣 然後我又在那裡 需要待了那麼久 就變成他們有興趣的東西 我剛好都不懂 或是不是沒興趣 然後這樣子的情況下 欸 妳要交到什麼朋友 也很難吧 除非他根本 除非是 在一般人認為你過來看 你可能才會認識 像我的朋友都是 也是跟一般身處不來 他們也都是覺得這些東西不好玩的 啊 對啊 就是這樣 謝謝怡婷 你看 會後 會後 才會更感受到生活的溫度 對不對 然後虛彤好像在排隊了 對 是不是 好來 對 那個怡婷我們 稍後這個 虛彤 好 她也是主播喔 從第一次主播 她也是主播 文貴是林一大大的主播 嗯 是的 嗯 我的大陸 我是一號 然後她的是二號的阿樓 OK 你看錄了 那妳的名字 錄了嗎 對啊 我沒有錄的東西啊 那那個給她錄 剩三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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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三分鐘可以講完啦 沒問題 我的那個機卡 那我手機讓妳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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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阿盒的操作 對 給她 那用我的好 我的還有 我的還有 小的嗎 對 直接按那個 用我的吧 這樣就剩下 你三分鐘可以講完嗎 可以 OK 那這樣 OK 好 開始 標題是 嘗試打破限制等全盲勇者 對大義廷而言 看不見不是障礙 成見才是 十九歲的大義廷 和十九歲的施葬生大義廷 曾經也是為出門記載的大義親生 她快樂的成長 她成長與鄉間 因為喜歡廣播 而勵志走入道中傳播 在她們期待途路新生生活時 卻在三天後接到校方轉系的券痕 因為校方認為 視覺選播 必須透過自己看見才算看見 雖然 與今年被迫轉入公共行政系 但對於大眾傳播 她還是無法忘記 她說 只要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新聞 未來她還是會繼續尋找 投入道中傳播的可能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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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